就是你真的太愤怒了 你内心太痛苦了 但是呢 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安静下来 能理智下来 像个大人一样坐在这儿说话 另外我想说一点 就是可能我们在现场看到 怎么会李伟对妈妈说话是这样 包括妈妈对他的状态 其实看上去也很不像母子 其实这就是家庭模式 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就是确实这么多年来 二十多年来在他们的家庭当中 就是只有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 他们的关系尽管是母子 但是他们面对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他们就是唯一的一男一女 所以儿子对母亲说话的那种状态 有点像对自己的女人 妈妈对孩子的那种没有威严的感觉 有点像非常的顺从于家里的一个男人 这就是家庭模式这么有好坏 我相信李伟从小到大遇到过很多的事情 妈妈都像既像妈妈又像爸爸一样帮你挡了 而李伟逐渐长大 这么多年当中一定有很多的时刻 在家里是冲上去像男人一样保护妈妈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就更加的不能用这种互相伤害的 互相指责的 像任性的小男孩和小女孩一样 坐在这里对掐 在这里我还是做一个自我检讨 刚刚因为的确是情绪太激动了 然后说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从李伟一上场 他就像一头愤怒的姑娘一样 嘟嘟逼人 显得非常无礼 对妈妈如此 对调解员们也是如此 然而在经过轻音等调解员的收服和劝劲下 李伟的情绪慢慢地得到平复 我们也真正地希望 李伟能心平气和地和妈妈化解彼此之间的误会和尴尬 那么接下来李伟会怎样对待妈妈和她男朋友的事情呢 李伟你刚才说你希望妈妈能够离开那个男人 如果不离开的话就把房子过户给你 我们也听说你把妈妈的这个钱还有一些存款都已经拿到你这儿了是吗 可是那你知不知道妈妈现在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就那个男人给啊 他不是那么爱他吗 你的意思是逼那个男的主动来给你妈妈钱是吗 是啊他不是那么爱我嘛就让他给 如果他不给呢 那就要自己活该 你舍得让你妈妈活该吗 不舍得也没办法 那我想问问你 这个男朋友你瞧不上 那为什么妈妈之前的男朋友每一次你都 因为我觉得那些人都配不上我嘛 要钱没钱要人要没人要 你心目当中有人配得上你妈妈的那个对象吗 我爸 爸爸 那你知道父母为什么哼他吗 不可以没有我母亲